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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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晚安 現在基本上就是 培養休假情緒了好不好 大家最近也不用太認真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前開車其實 很少在熱車的 然後開了馬沙拉D以後因為我怕 我怕它引擎修要很貴 所以馬沙拉D我稍微都有熱車 可是其實也沒有不是說 發現什麼 那個不算熱車那台太短 我是利用我們下山的時候熱車 我下山的時候都不踩油門 就讓它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滑到山下差不多就 車就熱然後才開始踩油門 所以大家其實也不用熱車啦 因為熱車你像那個馬沙拉D 人家說很大聲發起很大聲 你一直待在地下室久了 好像感覺會吵到鄰居的感覺 你在地下室久了又有廢氣 所以通常就比較不會在那邊 很刻意的把車停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熱車 你就是不要讓車的轉速太高就好了 然後等到這個溫度起來了以後 那再去補油門拉轉速 其實熱車很簡單 熱車只是要讓機油到達工作溫度啊 就像你在跟你心儀的女性在做那檔直式的時候 也要熱車一下 不要急急忙忙的 大概是一樣的那個道理 其實那個講到那馬沙拉D 我看到很多下面很多人留言 就是意思就是說這個 修理是不是很貴啊 說買這個車可能會休死啊或什麼 那其實基本上是這樣嘛 幫各位觀眾朋友做一下社會實驗 開一台這個單價比較高600多萬的車 到底每一次的保養跟他的問題多不多 又有很多人貼給我說 現在一台才388萬 小詩尼那來買換300萬好貴喔 可是不是這樣講的 那個馬力不一樣 他當初其實有分等級 有分350P的等級跟430P的等級 所以其實那個當初是等級是比較高的 是比較貴的 所以有時候是這樣嘛 比如說像之前很流行Markane好了 Markane你如果一樣的錢喔 你買新車最陽春的 然後你去買二手車兩年車 可能可以買到配備比較好的兩年車的Markane 所以就看你怎麼選 因為他們那個選配的幅度價差是大的 所以之前這一種比較高級的車子 會遭遇到這種狀況 就是你去買新的最陽春的價錢 跟中古的最高等級的價錢一樣 那你要買新的還買舊的 大概就是類似這種概念 馬沙拉D以後我發現 有很多人留言 說這個廠牌現在風評這麼差 新聞上面到處都是怎麼樣怎麼樣有沒有 不建議開熱車 我跟你講現在開熱車正是時候 我們人雖然沒那麼兇對不對 可是開了那個車我跟你講 我打個方向燈大家都會讓我 真的真的真的 以前我就有很多客人跟我講過 像我之前有一個同學 他那時候接手我的那個Lancer 舊Lancer 那Lancer我改大包 EV2大包還有那種 那個很高的尾翼 他說他開那車出去的時候 常常在路上要切車到很多車都會讓他 因為可能覺得他是那種8加9吧 因為那車改起來就阿炮阿炮的 後來他改開Lacos以後 CT200H以後沒人要讓他了 對他講的是這樣 然後第二個案例是一個客人原本開Artist 他也覺得大家都沒在鳥他的 按喇叭大家都狂按 他只要媽要切車到後面喇叭就媽 狂按什麼不讓他 後來他改他跟我買一台A3 他改開A3之後他覺得 在路上得到比較多的尊重 這是真的喔 這是真的喔 我覺得因為你看像我自己 我常開公司的不同的車你知道嗎 我真的覺得有差 你開什麼樣的車出去啊 媽的沒有人在插小你的 什麼車出去人家就是會 比較願意讓你切車到啊等等 這是真的 這不是我在違言聳聽 人性就是這樣 看我沒看過真的 超額保險保多點什麼車都不用讓 不是那不是車讓的問題啊 不是怕賠的問題 那是怕被打死的問題 打一個住院植物人 怕的不是發的沒錢賠好不好 開神A開蘇巴路真的有差 對啊你看神A你在開蘇巴路 有點改裝的車或是怎麼樣 看起來比較殺氣的車真的會有差啦 車子過保沒有回原廠保養 還需要回原廠更改車主資料嗎 基本上我覺得你的車如果在八年以內 你也可以還是可以去改一下 但是超過八年我就覺得 十幾年的車我就覺得應該沒有必要了 老師都沒在賣VAG的車嗎 很少非常少 我對於VAG的車我的標準會更高 要買192的335 該注意什麼很多 噴油嘴啦 環保的材質啊 渦輪有沒有肉油吃油啦 底盤的狀況啊 那很多啦335很多啦 油水電啊什麼 335其實是等級蠻高的車子 他CP值雖然很高 可是你如果想要自己去嘗試著買這個車 那你等級可能要蠻高的 那有很多的問題就電腦稍微消掉 暫時不會出現 或者是他之前改過晶片啊 我也遇過啊 把渦輪改可以超壓 可以超壓是怎麼樣 你平常開都沒事啊 你油門只要踩深一點 超車極加速 引擎燈就亮了 為什麼因為超壓了 那你不知道啊 你如果平常你在買的時候 你一定不會知道 靜態你也開不出來 你也看不出來 好不好 很多啦1924真的很多 那個我沒有辦法這樣子 嘴巴跟你講 那絕對不是我在這邊跟你講幾句話 你就有辦法好好挑選 你還是要挑選一個 好一點的店家 或者是說 比較內行的人 或者是去比較內行的修理場檢查 可能會比較安全一點 Saviro A32使用駕駛上要注意些什麼 不用啊 那沒什麼好注意 那很好開的車啊 不太用注意什麼 只是因為他車子A32很老了啊 應該都有一些吃雞油的毛病吧 那個蠻會吃雞油的 要小心 中古雅哥八代好養嗎 好養啦 雅哥已經算OK了啦 可是雅哥其實零件不便宜喔 但是他CP值是很高的 你入手二手車的價錢 換來的空間 換來的配備 比起 頭幼大的車來講我覺得 他雖然他的零件比他貴 但是我覺得他CP值是高的 我自己覺得啦 所以你會看 我店裡面賣的雅哥 比賣的頭盤還多 因為差不多錢 我寧願覺得買雅哥比較划算 這是我自己的經驗 年份約兩三年左右 里程低 看二手車的話需要注意什麼 你如果是三年內的車 大部分都還在原廠保固當中 所以你看這個車子的重點可能在於說 比如說你要去比對他輪胎的年份 出廠的年份 跟他的胎紋狀況 跟他的里程數符不符合 第二個就是如果可以的話請 車商或前一手出示一下原廠保養的紀錄 有沒有出過險 有沒有調表 這樣就好了 請問被尾追換後保跟尾箱門會影響車價會 後保不會 但後箱 你後保還牽涉到 如果後保險桿包含他的內鐵 就會影響價錢 後箱門也會影響價錢 因為那就是板件 小師請問跟你們買車平均利率到多少 來順便有人問 這個謝謝月軒提示 這雖然講很多次 反正有人問我們就再解釋一次好不好 基本上現在二手車 我現在講的就是幾乎已經是全省的最低的利息了 你如果今天你買二手車他的車齡 加上你貸款的這個年份在7年以內 什麼叫做兩個加起來7年內 比如說你買兩年車 然後你分期五年 這樣加起來就是7年內 或者是你買三年車 你分期四年 那就7年內 車齡加上你分期的年份加起來 7年以內 最多應該可以做到2.8%左右 那如果你不符合這樣的條件 你買的是這個可能年份跟車齡跟你分期的期數加起來會超過7年以上 大部分就會落在大約4到6% 你車友壓縮機換原廠報價5萬多 哇喔 真是太棒了 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HITIS是開XV 一顆壓縮機5萬 原廠報價跟大家分享 齁 壓縮機5萬 5萬 我跟你說我家裡買一台日曆的 又變頻的 又冷暖的 那也差不多3萬幾塊而已 我那也日本的壓縮機日曆也非常稀少耶 把那個也可以3萬還掛遙控器還可以恆溫 還可以廚師 那也這麼3萬幾塊而已 壓縮機而已 我說的是買整台日曆的整台掛遙控器 冷暖廚師3萬多 而且可以吹5坪都冷 沒有把東西做小可能比較難啦是不是 2014年以前的SX4值得入手嗎 2014的也還不錯啊 2014以前的還不錯啊 至少他的整個構造配備都很簡單 而且我目前看起來 14年以前06到14這一代的SS4我賣超多 已經沒有辦法輸了 我覺得他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大概會遇到 久久的會遇到一次壓縮機可能有異音啦 可是他有異音也不是壞掉 冷氣可能會出現問題但很少數啦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他的避震器可能 8年左右才會換過一次 而且你換過一次又撐好幾年 那避震器不便宜啦 我記得那一支避震器要三四千塊 一支沒記錯的話 所以我覺得那一代還蠻可以買的 構造很強要六個氣囊 然後他的變速箱也是一般 因為他後面改CPT嘛 就比較鳥一點 但是那一代就是傳統變速箱 四速自排好照顧 1.6自然進氣 那引擎也耐用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還蠻建議的啦 208 1.2T吃雞油有處理過嗎 有啊他那個就是一樣啊 裡面的那個氣氛油封什麼啊 好像他那個引擎多多少少都會吃啊 因為後期的 就從2007開始那個引擎 新的就會有點吃了 超過7年信貸會比較划算 不一定喔 月軒問的第二個問題 信貸會讓你誤以為說比較划算 但是你要記得齁 你在辦理汽車貸款的時候 只有一個動保設定費3500塊 之後不會收任何的費用 但是你的信貸呢 他雖然這個打著 比如說3% 4% 但是問題是他可能還要收什麼信用保險費啦 開辦費啦什麼費啊 那通常他的有些費用還是從 你的總價裡面用%數去算的 也就是說你貸35萬裡面抽幾% 跟貸50萬裡面抽幾% 那又不一定 好你如果說你自己要辦信貸 你不要只看著說幾%幾%幾% 你要記得開辦費 什麼信用保險費 全部那些費用也要計算進去當做利息 你懂嗎 你不能只看說 欸我很便宜喔 我比車貸便宜我3%而已 你不是這樣看的喔 你還要看其他收了哪些費用喔 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以為聽到3%比車貸便宜 我自己去辦 結果辦完要撥款 才跟你說我會 你帶50萬喔 會把你扣掉幾%的信用保險費 扣掉多少錢的開辦費 扣掉多少的三小費用 結果你拿不足額啊 所以這個要問清楚 當然我不是說信貸一定比較貴 因為據我的經驗 辦起來會比較便宜的 只有比如說你們公司是什麼百大企業 那你們自己有一些公司比較大型的 然後有這個新轉戶 配合的銀行 那會給員工真的會很優惠的利息 這個我遇過 再來就是一些什麼 軍公教人員的公家貸款 再來是房貸 這一些有可能比車貸還要低 那基本上其他你一般 你的信用如果是普通 你也沒有什麼工作公司 也不是什麼大公司 基本上你出去辦信貸 那個費用加起來 其實並不一定會比車貸便宜 好不好 所以你如果要當一個聰明的消費者 這些都要算進去 303料還好找嗎 一定是殺肉廠了啦 303你如果要買 你就找那個小毯嘛 那個我們之前有分享過啊 其實他那邊有存一些新的材料 但是你材料廠是一定不太買得到 所以他之前自己優比的很多 因為他們有一個社群在玩這個嘛 所以他之前有些材料行在清倉啊 清一些舊零件他都有去把它收回來 自己收藏起來 他自己對這個車又很會修 所以那時候我的303區那邊整理 其實他很多料從他倉庫挖出來還是新的 包括那個手拉天線 我記得他也是從他倉庫拿一支新的手拉天線 不過大部分應該都舊料會比較多 新的其實不好拿了啦 剛發動的時候引擎轉速標很高 什麼問題 你是Toyota的車吧 Toyota的車有一個習慣 一般就是你冷車發動轉速的拉很高 摩托01說 上面有人說二手車上很好賺 我常常其實這個很多人講啊 那你怎麼不來做咧 這我之前好像分享過了 台灣人很喜歡這樣 就我看別人賺什麼好像很好賺 小四好像很好賺耶 我家旁邊買蔥油餅的 很好賺耶 後面你買車輪餅的 很好賺耶 菜汽車賣麵的 聽說他們在面穿腳 用那個掃手 拿出來都一千一千的 我們竟然說要買自動車 拿一個掃把有沒有 床底下撈 多少啦 8萬喔 等一下啦 撈出來再算 算給兒子 我跟你講啦 看別人都好好賺啦 你來做看看 很簡單啊 我跟你講做一度萬一度啦 我在知名二手車商買車 不是我這吧 也有保固 但是拿到車去檢查一堆耗材 要換這是正常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正常 看你們合約怎麼寫啊 應該不是啦 如果是我們這邊的話 早就回來乾了 他現在在這上面就不是這樣講 就是來踢館了 我跟你講 如果是我們的話啦 你這些狀況你跟我們講 基本上我們絕對不可能不理你啦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你說什麼知名二手商 那我不知道 你們契約內容當初怎麼談的 以你們談定的為主 因為我不曉得 不能亂講 沒有什麼正確的答案 他沒有一定要幫你弄 如果合約有寫 這個是保固外的東西 那他沒有一定要幫你弄 那其實在我這邊 我也沒有一定要幫你弄 我坦白話講 可是我們只是有時候覺得 好像客人剛牽車就有一些問題 我們覺得過意不去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應該算是一種 善意的保固 而不是一定要做的保固 很多消費者誤以為說 這些耗材有問題回來 我是一定有義務要幫他做 其實不是真的不是 有一天我如果崩壞了 我如果黑化的話 就會變成一種情形 你東西壞 然後你買一台一二十萬的車 你跟我說什麼東西壞 這是消耗品沒保固 他說小師你小師 你怎麼沒報告 不然你幫我告 我講一個良心話 你買一台十幾萬的車 你就是沒有很有錢 你今天會去買一台十幾萬的車 代表你的經濟能力 其實真的還好而已 你為了一台十幾萬的車 你會去跟一個車廂打官司嗎 我跟你講不太會 除非你被激怒了 那我不要激怒你 不好意思林先生 這個本來就消耗品 對不對 你看那煞車皮 煞車皮每天在那邊磨磨磨磨磨磨磨 對不對 鐵組都會磨成鏽花針了 對不對 煞車皮疊盤磨壞磨歪 變薄變少 會正常的 你沒買過的時候 第一次買齁 沒關係我跟你講 我慢慢跟你解釋 這就是耗材 對不對 我如果用這種比較好一點的態度 跟你解釋 然後你就說不管 你就在鏽 真的不好意思林先生 不然齁 如果真的你覺得很在意這些東西 可能齁 要麻煩你 可能我們就 對布公堂好了 好不好 不好意思啊 我們也不願意跟我們的客人 走到這一步 可是真的齁 在我們二手車合約契約範圍裡面 這個就是沒有保固 不然就是這個 不好意思就請您 就寄個純正信函 還是說看要到哪個地方法院 他言下之意就什麼 看你來看看 像豬像養 我跟你講 就算我死了 媽我也要拉你下水 呵呵呵呵 不然死都會來死啊 你自己也會想 我買一個十幾萬的車 一個煞車皮 水管掉了 我要去告他 又要花好幾萬 要不要請律師 但我也不希望有一天我黑化 有時候我們做這樣的事情 被客人覺得說 我們是義務的 好像是他媽跟當兵一樣 國民英進的義務 那久而久之 我有一天崩壞黑化 有沒有可能 搞不好啊 算了算了 我已經累了 我累了 不然你搞我 就這樣 所以我是這樣說 很多時候你就是 尤其像另外一種 你知道外面會 講到這裡 外面有很多人 他本身就缺錢了 所以他去找車商 辦全額代 我跟你講 像我們出去沽車 要賣車的客人 他說他當初買這台車 是全額代的 我跟你講 那個十字八九 車況都不好 除了我之前跟大家分析過 殘值跟銀行認定價值的問題以外 還有一個問題來了 我跟你講 你全額代就代表你身上沒有錢 可是你又銷車 跟銷漆一樣 你像阿呆現在在銷漆 每一個看到都加分 所以你銷車的時候 我只要我沒錢 我只要有車開就好了 你完了 什麼爛東西都塞給你了 事故的啦 調表的啦 當過計程車的 泡水不管 重大事故 就這台了 這台是這個三合一的 哪三合一 事故泡水調表 三合一 沒辦法 你就要全額代就沒錢 你就知道這個 那你知道最重要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跟我剛剛講那個 上法院的有關聯 你已經沒錢了 結果你車回去問題很多 你全額代了嘛 免自備款 因為你也沒有自備款 出了問題 請問你有沒有錢告他 所以全額代的車子 有時候真的 有問題的機率 真的是蠻高的 好我們的經驗是這樣 然後這個剛好 風風箱連到天邊 剛好我這次有準備一個 題目啦 前兩天就是有一個消費者 就說小事啊我覺得 我這一台車當初被車商辦的利率太高 我好不容易繳過了15期 因為15期以內會有違約金 所以他當初被辦了不知道10%左右 然後他說那我15期繳 小事哥我現在 再跟你這個換車 然後可不可以幫我降低利息 然後再幫我辦貸款 第一個15期 他當初買全額代 然後2012年的馬三跑16萬 我就跟他講 我不建議 他說為什麼 我就很簡單嘛 他當初那台車加利息前 那台車買48萬 一台2012年的馬三 在一年多以前買48萬 我跟你講 他可以買到混動馬三了 可是很簡單 他沒有自備款 所以就被篩了一台40幾萬的馬三 而且是二代馬 買40幾萬 一年多之前 我們賣這個12年馬三 了不起30多萬而已 我說你開一年三個月嘛 你現在要賣出來 你買40幾萬的車 你現在你一賣掉剩20萬 你已經利虧20幾萬了 再來你再買下一台車又被賺 那下一台車的貸款雖然可以幫你辦低 但是呢還是有利息又被賺 那基本上我就說你要不要繼續開 把它繳完算了 因為我覺得一點都不划算啊 你現在反而你賣掉 你想說我要轉利息 所以很多時候頭腦會動不了你知道 他只是覺得說小四哥我再跟你換車 然後我利息要辦更低 好啦利息了不起你10%變成5%4% 差一半的利息 問題是利息前在30 40萬一半了不起 差個3 4萬了不起了 結果你為了要降低利息 你車一賣掉就賠20 然後又被人家賺一手 那你不是投到一坑嗎 所以我就說 我覺得你還是不要動比較好 建議是這樣 不然我可以買你車多送 美國來的表哥出去外面人家都訓練好了 你想想看如果一個女的 他前面跟著一個渣男 他說不好意思 這個我之前跟我男朋友 這個一個禮拜 我們都愛愛18次 不知道小四哥哥我跟你在一起 我只要8次就可以了 這樣可不可以 你如果遇到這種人訓練好了 阿呆你問阿呆這個中女的還有味道 阿呆說不要8次啦 10次也OK啦 不用10次啦 不用18次啦 10次就好了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大家還是要注意 有時候不要把眼睛眼界都放在那個利息上面 有些人就是對於那個字很表面上的含義 好像就覺得說 喔那表面他跟我講 而且常有一個狀況阿 這個有一個另外一個例子 有人問我 好小四哥請問我去一間車行看車 然後他說他想要問看看他可不可以貸款 然後呢那間車行呢就叫業務先跟我對保了 然後對保的時候問他說那利息多少利率多少他說後面在談 我們只是先對保而已 然後他就 傻傻都簽了 然後過沒多久 車廂就說你可以來簽車了 我還沒決定買哪一台車利息幾拍我都不曉得 什麼什麼我可以簽車了 我只是要問說我貸款能不能辦而已 為什麼都先對保 請問如果沒有23P Level 2 5AU的車以後會不會二手車價很差 我現在目前看起來我覺得還好這個問題喔 今天那個冠儀來拍的時候他問我 他說他在賣他的X5的時候 前一台X5的時候 然後他說呢對方就跟他講說 你這個都沒有跟車什麼價錢不好啦什麼什麼 然後他就他就這件事情他一直放在心裡 他就問我說小師是不是說二手車沒有跟車是不是價錢會不好 我說你那幾年的 他說2014 2015 我說那個時候X5本來就全部都沒有跟車啊 那憑什麼他要求你的車有跟車 他說沒有啊 他說因為現在的車都已經都有跟車了 我的沒有就會很難賣 我說問題是那個時候就大家都沒有 趕你屁事喔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說那只是車商為了要跟你比較好談價錢的一種說法 X3啦X3 不好意思X3對 我說那照這樣講 那現在大家客人的車開進來估車我說 欸客人啊 不好意思耶 你這汽油車喔 現在大家都開電動車了耶 你這汽油車這以後回來不好賣喔 對不對啊開手牌來說欸 不好意思喔 客人啊 現在沒有人在開手牌車啦 那現在開車啊 你每個人一台買四 沒有人可以手牌車啊 你知道現在年輕人都沒有開手牌駕照喔 你這回來賣賣啦 他是殺價的一個話術一個說法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他賣的時候他就講欸我跟你講 哇僅此一台市場稀少 他賣的時候他就講說幹手牌很稀少 他在收的時候喔 你這 現在大家野馬都是要開帥的啦 人家 人家就是外觀帥帥的自排好開 載氣的怎麼有贏在那裡打手牌的啦 不好賣啦 要賣比較俗的啦 有沒有齁大概就是這樣啊 真的不用想太多啦 上星期去看06的GS300 引擎蓋板件折進來 邊邊沒有打膠 是原廠沒有打還是有換過了 你看螺絲啊 有些車引擎蓋邊是沒有打膠的 但是你看螺絲有沒有轉動過就知道 如果你不確定有沒有膠的時候 但是我記得沒錯的話 GS300是有膠的 請問螺絲要注意什麼 注意什麼 沒有啊 螺絲不用注意什麼啊 招牌那麼大隻 注意不要被招牌砸到就好了 不會啦 螺絲已經算是比較不敢欺騙消費者了啦 他至少他不會PO假的價格嘛 那至少他不會沒有的東西PO油嘛 那至少他不會有撞過跟你說沒撞過嘛 有泡水跟你說沒泡水嘛 那但是我認為啦 我認為對於一些耗材的定義 對於一些保養的定義 可能你要再瞭解一下 還有對於一些保固的內容 你可能也要瞭解一下 並不是因為他招牌大隻 他就服務很好 不一定喔 他可能不會騙你 這我是可以覺得他是不會騙你 不會虎你 但是你要注意的是 二手車最重要的是回來 要花多少錢整理啊 要不要保養 我要換多少耗材 我也遇過原廠認證中午車 一回來開來給我看 那避震器就漏油啊 我也沒有吐槽他 我也沒有爆料公社什麼 拿出來講 我告訴你啦 那間就是那間 我告訴你買回來就漏油 不會我們不會這樣 那個是他們合約內容 一定就是我賣給你的車 耗材我不整理 所以我說被騙是一定不會 我覺得啦 是不太會啦 不會買到一些事故車啊 泡水車那些 但是對於耗材更換的定義 我覺得就不一定了 請問Kiss適合當業務車高里程使用嗎 躲散率保養費跟TOYOTA差不多嗎 Kiss我不知道適不適合啦 那依照以前的經驗來說 如果說當業務車高里程速 年份你也會開得久 你還是以TOYOTA為主會比較好一點 長久看下來 那如果說你一般的有些業務車可能 三年到期五年到期就會換掉 那我覺得Kiss應該還OK 但是你如果要把時間放在更久 八年十年以上 以經濟為出發點來看 TOYOTA還是 我覺得還是會比較有優勢一點 原廠的23P跟外廠改23P 你如果我記得外改的23P 他也是叫德國原廠料件來改 如果是那種的話 就沒差 我知道好像桃園那邊還有台北這邊 有一些廠商會從德國自己進那個23P的套件回來 然後幫你改 那個應該他拿原廠料件其實就沒差了 我覺得小絲去拍美食比較有現場的感覺 不是那種say好 誰要跟我say啦 我們都自己付錢 對啊 我們付錢 那店家媽媽愛理不理的 誰跟你say 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誰好不好 真的啦 你如果真的那久面的期間 我有一碗來多大碗 那個肉塞到滿出來 有可能 我們去到他的 他當作一般人而已好不好 請問一下旅行車先不說 預算入手哪一款 或是比較好養好入手的嗎 目前聽起來好像就是那種嗎 或者是那個 Vocus 那種應該是算很小的吧 小絲哥未來會拍汽車結合旅遊或錄影的影片嗎 其實之前我們去環島有拍過 可是我一直沒有剪 之前本來有談一個要出去錄影的 本來要去拍 結果因為疫情也都 就沒有了 MK3柴油平價 不要平價 現在柴油不要買了 我講實在話 因為那個柴油 除非你真的是有那種很常跑高速公路的需求 而且你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高速上面奔馳 那我覺得你可以去買柴油的車款 但是我覺得你如果像一般大眾在使用的用途 我覺得沒有什麼理由 促使你要再去回過頭去買這種 汽油跟電動車中間的過渡產品 像我之前有賣過一些Volvo的柴油車 客人來我都會問他使用的用途 我覺得你如果對於一些爬山的需求 或是你可能有高速公路的需求 安全性的需求 那你去買這個柴油車 還有那個節能省錢上面的需求 我覺得你去選柴油車OK 但是你如果你跟大部分的人使用是一樣的狀況 我倒覺得你不必去選柴油車 里程停止器的東西 這個很久以前就有了 我之前有講過了 他那個只是暫停錶上面的數字的增加而已 但是其實現在的雙B車 其實他在晶片鑰匙啊 在變速箱電腦啊 車身電腦啊等等 他有很多的地方都有記載里程 所以那個只是停止儀表你看到的地方的里程增加而已 但是實際上並沒有辦法真正完完全全的 把整個全台車份的里程都變更 然後再來第二個是現在如果新一點的雙B車 其實他們的資料都已經是即時回傳到總公司了 也就是說一台車你開到幾公里 其實都藉由衛星啊 藉由他們的可能車上有SIM卡之類的東西 其實都已經回傳到總公司了 所以你去改那個里程沒有意義啊 我是認為這個東西是這樣啦 我覺得為什麼都要去做這種事情 就是你為了要車賣好價一點 你去做這種詐欺的事情 這有時候我覺得說你的人格就是那個幾萬塊還是十萬嗎 一個車你給人家開多 那他折價多合情合理 因為你用得多嘛 你用得多的你用得多的就好啊 沒關係 你為什麼為了這個要騙 我覺得今天不是在說車行都會去這樣做 里程停止器這個東西 一聽就是面向消費者的 為什麼 因為你裝了你一直在使用嘛 那車行他要的是一次性的 他不需要里程停止器 所以我真的覺得不知道是台灣的最太輕還是怎麼樣 小事哥的馬沙拉底引擎是什麼規格 引擎是法拉利做的嗎 對 他的引擎應該是叫做F154吧 160 160還154啊 F160的樣子啊 他的引擎代號應該叫F160 BMW218跟GTI8頂克族會推薦哪一台 兩台都很推薦耶 對啊看你自己比較更喜歡哪一台啦 GTI比較會跑 218的話是品牌情節可能稍微高一點吧 大概就這樣 你看你自己外型上面內裝上面 你像我 我是喜歡218啦 對啊 可是GTI真的很會跑 CP值很高 市面上這麼多車商 二手車流通量真的那麼大嗎 蠻大的 二手車流動真的蠻大的 你看那餅有多大 大到原廠都想吃 原廠吃不夠 再開一個中古車聯盟來吃 你說大不大 Vios震動能改善嗎 不要改善了啦 那個車你就再撐他一個 你就委屈一點啦 撐他幾年 你就可以換很好的車 你就可以存很多錢 不要花錢在他這個上面 因為他就是一台Vios 可能他就是這麼會震 那你如果真的要求 你了不起也只能換引擎腳而已 對 如果引擎腳已經換過 還會震動 那這台車就是這樣 我是這樣覺得啦 不要花太多多餘的錢在他身上 新車白色建議鍍膜還是打蠟就好 鍍膜也可以啊 貼膜也可以啊 看你的經濟狀況不定 大家晚安 好啦 新年快樂 注意行車平安 大家晚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